我覺得今天大家要先恭喜獲獎的同學 但是我覺得就算沒有獲獎 相信在這樣過程之中 對大家的金融知識的習得 還有對國際觀都有很大的幫忙 我覺得這個金融戰略王最大最大的 我覺得對各位最大的收穫 應該就是知道說 其實也許是政治環境 經濟狀況 甚至天然災害 這就是我們的很多的預期心理 就造成這個金融市場 它的一些變動 而我們可以透過像鄭博士 它的發明我們這樣一個總管